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。虽然面积细小,但生活及交通配套都站在世界前端。所谓时间就是金钱。正因为香港细小,所以点对点的距离就变得较为容易接近。加上香港的交通配套完善。铁路及道路网络四通八达。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齐全。 半小时的生活圈已经可以全面覆蓋日常所需。香港除了生活方便,也有很多优胜之处。例如,香港是购物及美食的天堂。各类型大小品牌也可以在香港找得到。同时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美食都进修其中,再者。 香港拥有低税率的营商环境。房地产方面没有增值税。加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。故此吸引不少外资机构来港投资。难怪香港的楼市在过去多年来都是向上势头。 流价果然贵得有道理。论人口居住密度。香港可以算是世界之名。在这个弹圆之地。人均居住空间面积细小。而且生活节奏紧张。 理应平均的寿命不会太长。不过。事实上香港人平均的寿命居然能够成为全球之冠。 确实令人难以自信。近年不少发达国家的市民不但讲求物质生活享受外。 也十分注重健康。自然健康的生活也成为一种风气,受疫情影响。 香港市民对于居住的环境及质素越来越重视。所以很多有经济能力的香港人。往往会首选将资金运用于改善居住生活环境之上。 希望能够找到合适自己及家人的安乐窝。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。股票市场对于香港十分重要。 而股市的上落很多时都受制于情绪及资金的流动所影响。 例如。市场看好某类股票。当资金大量流入的时候。其股票价格自然就会容易被推升。 相反。当市场一片看淡时。资金流出的时候。也会造成价格下跌的情况。 所以股价一升一跌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。 而房地产市场价格同样会受市场气氛或买家情绪所影响。 但唯一不同的就是股票市场容易即时作出买卖决定。 不过房地产要出售时。 就需要配合时间及机会。 正因为这个时间的限制。 在物业出售及买入的过程当中。 会形成一个冷静期。 为买卖双方提供一个机会。 透过深入而冷静的分析之下。 产生错误的决定相对可以减少。 其实。 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一样。 总会有人看好或看淡。 当楼价上升的时候。 必定有个别的末日博士出来平击楼市现况。 指楼价出现泡沫。 将会见顶爆破等言论。 相反。 当楼价走下坡的时候。 市民就会担心楼价下跌会影响经济前景。 令他们置业后供楼出现问题。 有能力入市的时候就是买楼时机这句话不者经常挂在口边。 原因是房地产与股票市场有一个重要的分别。 就是楼价不会说升就升。 说跌就跌。 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及时间。 所以有能力的买家就容易作出防守。 去铺牌未来的决定。